各位朋友大家好 歡迎今天大家收看李洲小學堂 想要成為贏家一定有很多的關鍵 今天我們就來跟大家講其中一樣的關鍵 停損 何謂停損也就是控制風險 再來 停損的目的就是保護你的資金 停損的好處第一個 降低心理煎熬 你如果買一檔股票 然後呢 它一直跌 你也不知道在跌什麼 然後這時候你的心理就會產生很多焦慮 很憂鬱 那你可能就會產生不好的生理反應 第一個你可能會吃不好 第二個就可能睡不著 再來你就可能會憂鬱 然後緊張啊 交集 再來你可能就會便秘 高血壓 最可怕就可能會治癒神經失調 那是很可怕的事情 第二個 避免損失時間成本 你如果一直盯著這一個沒有做好停損的股票 然後你就把時間耗費在這上面 你就沒有其他額外的時間去買更好的股票了 再來第三個 避免資金大幅虧損 就是你可能把這個股票啊 如果沒有做好停損點的話 你的資金的虧損的程度就會越來越大 那就可能造成無法挽回的後補了 再來停損的方法有兩大個方法 第一個是成本基準法 第二個是技術分析法 成本基準法有百分比停損法 跟絕對金額停損法 百分比停損法就是 你看你要設5%或10% 但是記得如果你一旦你設定好了 就不要隨意更改 因為那是一種紀律 你如果隨意更改的話 你的風險一樣大 你就不會控制到你的風險 再來絕對金額停損法 有的資金可能100萬 那他可能就覺得他可以虧損5萬 或是10萬 看你自己能夠承受的虧損程度到哪裡 就把那個金額設到哪 再來K線低點停損法 還有我們的均線移動停損法 跟我們的前波低點停損法 那我們先來講K線低點好了 我們看到這個圖 K線低點就是 你以你關鍵的紅K做你的停損 那一旦突破這個 突破這個紅K的低點的時候 那就是 達到一個停損的程度了 再來 我們來看下一張 這就是所謂的均線 均線停損法 就是你看你要設短線 5日或10日 5日都是這個黃色的地方 但是波段的話就是 20日嘛 就是月線 那再來 我們來看到就是 前波段 前波段的低點就是 你如果設這邊為停損點 你如果在這邊買的話 那你設前面那個波段為停損點 那一旦你設了之後 就不要再更改 就設前面那一段為你的停損點就好了 那再來 我們最重要就是這個啦 我們啊 會常常在我們的Lightlight上面 分享一些我們的即時資訊 還有一些我們的盤式分析 那如果想要 了解更多的話 那就歡迎搜尋ID 小老鼠Mani298 趕快教我們Lightlight 謝謝今天大家收看